席剪吹偶像剧18年,幸存者彭于燕。 一向是话题中心,人群C位的姜文,最近忽然变成了人肉被警板。 全网都在喊话姜文导演你要控制你自己。 就!大家的心里话,难道不是放开那个彭于燕,让我来? 事情是这样的,嫩蕾著名导演姜文,在片场放飞自我,对彭于燕的伏击,爱不释手,流连忘返,叹为观止,垂涎欲滴。 嗯?书姐确定没有流错形容词。你们看动图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姜文的惊叹号。 这一次姜文导演的新电影,也是一部打磨了十年的作品。 然而,书姐始终疑心,她就是想要假攻击撕,撕的是彭于燕。 如果偶像剧元年从流星花园算起,如今也已经18年了。 回头看那一批台湾偶像剧男主角《阮经天》、郑原唱、贺军祥、汪东成等等,年轻时的彭于燕未必是最能收割少女心的那一款,但如今她的突围和转型,却是最成功的那一个。 彭于燕小时候和妈妈去了加拿大生活,高中的时候和张韶韩还是校友,经常去张韶韩家里蹭饭。 小时候的彭于燕,是一个胖乎乎的小奶娃,肉肉圆圆的超可爱。 外婆去世奔桑回到台北,结果被星探看中,发觉出道。 《爱情白皮书》里,彭于燕是给于文乐作配角的男二号。 她演偶像剧,那张脸摆在那里,就已经赢了。 从现代戏到古装剧,都完全没有输过。 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唐玉小宝和李逍遥,是无数少女美好的青春记忆。 如今的彭于燕和胡歌,则是一对日常被催婚的单身狗幸好还有彼此。 然而路没走几年,彭于燕就惨被公司雪藏。 冬山再起的彭于燕,选了一条最难,最笨的路。 拍海豚爱小猫,她考到了训练海豚的执照。 拍听说,她学手语。 最惊人的,是翻滚吧。 阿信,以学体操的适合岁数来说,彭于燕真是远远超标,一大把年纪了。 硬是啃下了体操这块硬骨头。 翻滚吧。 阿信里那个水果店家的少年, 灰魂恶恶打架斗狠的日子, 和一个少年汗水闪闪发光的体操梦想, 所碰撞出的残酷与坚持,口碑相当不错。 彭于燕也凭这个角色,彻底和昨日的偶像剧《少年说再见》,成为了一名男女通杀的电影演员。 林超贤导演的激战,彭于燕和渣渣辉老师,一个眼落魄负伤的儿子,每天还要被自己逃避现实,烂嘴成迷的父亲打骂,一个演当年的拳王冠军,一步错以后步步错,沦落成出租车司机,求朋友才找到一份在健身中心的工作,一边教大妈们,一边打扫卫生。 就是这样两个被生活打到谷底的丧气人,在最惨烈的逆境里,做到了真正的逆风翻盘。 林超贤导演对于动作戏的把控,彭于燕的肢体与情绪表达,完美契合,当然渣渣辉也很好。 他们从破风一路合作到湄公河行动,彭于燕开始了不要脸模式,在湄公河里一脸胡子拉茶的形象上线,一个脾气兮兮,有点暴躁的操汉,彭于燕演出来居然这么动人。 不要颜值,不露肌肉,你捧照样圈粉。 韩战系列里挑战反派,回眸一个阴瑟瑟的眼神,就足以证明演技。 后来的《悟空传》,电影剧本的改动真是让人一言难尽。 很多书粉,纷纷表示仿佛看了另外一部电影,完全不知所云。 不过,特效和音乐都非常可圈可点,而彭于燕无论是满脸猴子毛,还是彻底悔容,那骨子不服气,死都不平的少年之气,依旧动人。 即使从年纪上来说,彭于燕早已经过了少年阶段,也早就过了看脸看身材的阶段,但,却有更高阶的永远年轻永远好看。